那么首先还是有请徐那个一凡 tina同学给大家来分享 第79期和第80期的两期的周报内容 哎 tina你可以共享一下屏幕 好的好的 大家稍等一下能听到吗 可以没问题 好的 这个是我们的第79期和80期的一个周报 它是一个双重版本 因为它因为上一周的一个拖延嘛 所以就是把这两种 两周的一个周报内容都合并在了一起 所以是我们一个分量加倍 然后这一周我们的周报呢 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更换了封面 这是因为我们之前就是 呃 举办的那个命松 呃 的一个 讲 呃 一个餐 呃 获奖 他在者的一个承诺兑现 把他们做的一些命展示在我们的周报封面上面 然后 还是会照常回到我们的阿卫网络上 呃 本周呢 就是我们连续了 三个月 呃 突破了我们之前交易总数的一个新高 一月份的话 它那个阿卫网络的交易是5700万笔 二月份是超过了7000万笔 然后我们三月份的话是交易量 一个猛增突破了8100万笔的一个交易 然后但第二区块链网络网络里面的第二个 现象是那个区块仿的并没有随着我们交易量的增加 大幅成比例的增长 然后呃 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 呃 有两个方面的一个猜测的原因 一个是存储的价格呃 自从阿卫2.6发布了之后呢 存储的价格就从原来的存一记数据低于2美元 转到了6到7美元 所以呃 呃 在让让就是让人们会呃 呃 谨慎的考虑是不是他们真的要存那么大的一个文档 文件啊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他们把呃在网络上面的 因为呃网络上构建的项目很多 所以他们很多都把那种呃大量的效呃 呃 不是呃 转变从扔较大的一些文件 转移成了一个呃 将较小的一个 存储少量交易到一个集合的一个数据库当中 呃 但是就是这样 我们阿卫网络在3月份里面增长了5TB的存储 是 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增长 然后第二部分是我们的阿卫生态里面的一个内容 呃 这周的话我们阿卫生态里面的新闻一共有14条内容非常的多 然后呃 呃第一个也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呃 阿阿阿把他们这样的一个去中心网关呃的一个内容 然后呃对于大部分的用户来说呢 我们我们阿卫的有特定的吸引力就是可以永久存储 可以快速检索 然后存储的话是以去中心的方式来完成的 但是检索大多数都是通过中心化的网关 比如说最著名的就是阿卫Net来完成 所以呃ARIO他们在过去一年里面就建设了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来展示 呃最近他们也就是呃向大家公布了这个他们的Alpha的公共测试节点 然后呃并且呢如果想要在这里面进行参与的话可以有呃 查看他们这边的一个推送可以有三个潜在的任务 呃有的很简单 然后有的需要很技术这个是可以封建游人大家自选的 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呃呃Duck Block推出了他们的这个PFP内容生产工厂 然后呃PFP嘛就是我们一些头像图片等等在过去的NFT项目当中非常流行 然后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那个无聊员的项目 然后呃我们这边的一个PFP内容工厂的就是一种工具能够让他那种呃项目的创始能够很轻松的创建他的一些衍生品 并且能跟呃头像的持有者们进行这样互动 然后比如说呃可以把PFP放在了这个自定义的消息框架里面也可以插入3D的框架里面可以在原宇宙或者增强现实当中呃进行这样的一个显示 或者或者是使用AI可以生成新的有创意的一些呃衍生品 哦同时他一次性也可以处理很大的数量比如说管理呃一万个的PFP 并且能够自动呃存储在AV上面呃 呃此外呢他还会提供一些数据分析的工具能够让呃项目的呃方特尔他们知道用户是怎么样跟他们进行内容交互的他们有哪些关注的和关注的内容 或者使用的爱好等等然后可以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了解受众所以呢就是他们这样的一个内容工呃内容工厂呃内容工厂呃是全部存储在Program Web上面的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可以点击他们呃呃看他们这样的一个公告 第三个呢是一个NINA项目NINA的话他就是一个创新的一个音乐平台能够让艺术家在线上出售他们的音乐就不会有中间上转呃中间商转这个差价 并且只需要呃支付一次性的这个存储费用就可以了 然后他们的第一个社区呢是发布的是那个内罗币的一个Hub 然后他们主要这一次Hub发布呢是把重点放在了非洲的一个地下的音乐电子音乐的一个场景 然后他们展示呃在内罗币这个城市里面有五位音乐家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作品一些独家采访创作的过程等等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跟呃社区建立这种关联 所以如果你喜欢探索一些呃陌生的音乐的流派啊或者是跟已经呃明确的那种很喜爱很喜爱的艺术家进一步沟通的话 NINA House都是可以呃未来消费音乐的一个方式 然后第四个是Hub呃发生了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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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要保证CAP网络的一个完全的去中心化 然后能够为建设者们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数据等等 然后此外呢 还有包括比如说培育和教育开发人员 然后开发者们了解CAP的技术站 未来的话CAP会引入他们自己的一个治理流程 到的路线图 然后怎么样帮助协议进行一个发布 包括还有一些建立Grant的计划 开发生态合作伙伴等等 所以如果大家对此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推特上面关注他们 第五个的话就是 L drive AR drive 他们发推出了他们第三个一个奖励计划 Infernal 本周的奖励呢就是翻了三倍 所以如果你想要获得一些 AR drive的代币的话 只要在APP上面上传100兆的内容 就可以有资格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个奖励 第六部分是WebContracts 这里原文上它是采用了一个小的谐音梗 然后因为好像是Rust语言的智能横跃 在二维生态中变得越来越主流 所以WebContracts的团队 他们就进行了这样的一个SDK的 更新迭代 所以他们在这个 他们的铁子当中很详细的介绍了那些技术的内容 所以如果开发者们对于此对对这个更新比较感兴趣的话 需要去详细的阅读他们的完整的公告 所以对于硬核的开发人员来说 他可以通过那种命令行来跟数据库交互 部署数据库进行交互 然后甚至是普通的用户也可以采用这样的一个功能 然后比如说删除数据库 然后还有比如说使用Keyball的命令行进行查看 资助还有查询等等 当然现在团队维护的SDK以外 它是这次发布的这个命令行是一个额外的工具 他们会同时团队也写了一份很详细的入门教程 在这边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查看到 第八个内容是那个Panity团队 然后他们推出了一个playlist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可以能够让在一个界面就可以进行各种流派的音乐啊 的一个搜索和筛选等等 然后Panity呢 它是就是构建在阿卫上面的一个面向粉丝 还有艺术家的这种NFT音乐平台 然后能够让艺术家们获得这种独立的收入来源 然后第九条是Primacast V2版在上周进行了一个发布 然后里面包含大量的一些功能的跟进 最重要的这个更新呢 就是永久的视频存储和内容减锁 现在可以在Primacast上面创建视频博客 并且永久存储 然后另外在用户体验方面呢 就是它也不仅仅在局限于顶仅是一个DAPP 它可以通过EXM还有ARC-Link 能够很快速的就上传一集你的视频 然后并且让全世界各地的人都看到 同时呢还能通过Everpay进行付款 充值等等 然后以及最新版本还跟ANS进行一个集成 所以你可以验证完了个人资料之后 就可以了解链接到更多者们的ANS名称 也更有利于粉丝去寻找他们那些系列作品等等 所以有很多更新的内容 如果想要完整了解的话 也可以看他们TwitterSpace的一个公告 并且呢他们的V3版本也有一部分的消息 走的丰盛是会跟播客聚集的Mint成为NFT有关系 第十个是DescentLand团队他们上周推出了一个ANS Explorer这样的一个产品 然后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浏览器当中查看到所有被Mint出来的NS名称 并且追踪他的主要地址 然后所以并且就是如果有比较重要的NS名称被提前一步 被其他人抢住的话也有机会追踪他购买回来 此外我们在浏览器上面因为发现了有一个专门的栏目 用来追踪他们的一个代币 所以也许NS的代币很快就会被发布 第十一条是Promise Swap 我们在上周进行了第一次的安全审计 然后结果是很顺利的通过了 然后Blockstack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审计的DEX合约 只查明了有两个低风险的漏洞和一个建议 所以这个是说明我们的合约还是非常安全可靠的 然后但是就算是这样的两个小漏洞 团队依旧是精益求精嘛 并且他们已经发布了一个对于其中一个漏洞的更新 所以Promise Swap从这周开始就有了一个 针对DOS攻击的一个惩罚机制 所以能够预防大量流量来的攻击 并且是能够区分它是恶意行为 还是人为的一个错误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团队在Web生态中 这样做出这样的一个贡献和对自己的一个高要求 第十二部分呢 是First Batch团队在我们脸上推出了Danny这样的一个项目 它是一个支持羽衣搜索的一个新的去中心化数据库 当然了原文里面也对于他们这个Danny这个名称 开了一个小玩笑 说是去中心化最近邻居的好吃的 确实就是严肃的来讲 它是RWAVE生态上的一个很有突破性的一个应用 它能够让DAPP的开发者们 为所有类型的用户 还有应用程序的数据 能够构建出那种推荐的系统 还有搜索的功能 然后在团队的公告当中也有更多 有针对性的一个内容 所以对于其他人来说的话 First Batch团队的工作能够让AI进入web3领域 并且上面的一些内容都会存储在RWAVE上面 然后能够点击这边这个链接查看它这个应用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的 然后第13个是Glassian Network 然后他们在过去他们的测试网在过去的一周 打突破了一个很惊人的里程碑 就是用户增长了50倍 当然补充一下 它是一个为大型DAPP打造的一个去中心化的 NoSQL数据库 然后在我们写这篇不是那么及时的周报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有了超过8万笔的交易和16000个创建的数据集 使用了他们使用了这样的一个网络 并且这些都存储在了RWAVE上面 然后此外呢 Glassian团队呢 他们还推出了自己的一个推荐激励计划 能够让鼓励更多的用户来参与他们社区的一个发展 然后详细的信息记录在这边的博文里面了 你这样的一个激励计划呢 是可以收到GLC代币的 最后一条就是我们一个ChatGPT正在求助 当然这边是一个以ChatGPT的一个口吻写了一封信 大意就是兄弟Bob在出去散步的路上 被RWAVE开发者强行拉去学习PrimalWeb上面的开发知识 从此以后一心沉浸在PrimalWeb上面 然后热衷于开发项目 所以 这是一个PrimalWeb在这做过程当中呢 虽然它还在处于一个试验阶段 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开发人员在RWAVE上面进行开发工作 这是也是一个由PrimalWeb团队们开发的一个很有趣的工具 这个以上的14条就是我们这个两周会议过程当中 两周过程当中的一个更新 然后第三部分呢 是我们不会在RWAVE上遇到的一个事情 因为这一次的周报涵盖了两种的内容嘛 如果是单独发布79周的周报的话 可能作者会在这上面写 是纪念了这样的一个推特开源的这样一个过程 但是又过了一周以后呢 这事情的风向就开始慢慢往很奇怪的方向进行发展了 因为Substox它发布了这样的Notes这样的一个功能 所以推特它这样退出了这样的一个竞争的方式 但是在Web3RWAVE上面 真正去中心化的网络上面都是以中立为主的 我们不会因为存在了某种竞争 所以就比如说退出了原有的一些承诺等等 在Web3上面呢 我们跟其他网络的联系会建立跨链桥 而不是会制造壁垒 最后一部分就是老样子通过ChapGPT来产生 是RWAVE这次呢选择的角色是Chewbacca 在星球大战旅程当中的一个角色 它是就比较会有冗长的那种赘述 但是同时风格很敏锐 这次呢 AI预测给我们的一个结论 是这样一连串的内容 但是从它里面R的数量 可以说是虽然没有很明确的结论 但是G的数量很少 所以说它对我们RWAVE倾向于是一个有积极的一个印象 以上呢就是我们本周呃 七十九和八十周的周报内容 哎 谢谢Tina 谢谢Tina 这两周的内容比较多 然后上周其实再加上我们的那个香港之夜的活动 呃 也举办的非常的圆满 然后包括PromaSwap上面也现在新增了 也大家也能发现也新上了一种地种对吧 A3H也上去了 那这后面的话我们也会陆陆续续发出更多的一些PR稿 然后大家期待吧 一直到九月份之前 我觉得整个RWAVE生态一定会蓬勃发展的 然后先看看大家对这两期的周报 有没有一些想交流或者想提问的问题 看来这两期周报是不是大家都比较了解了 那要不我们先进入下一个环节 我们先请那个Alan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目前正在策划的一个项目 Alan 就能伺候人 好的好的 然后然后简单跟大家聊一下吧 因为实际上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是数字永生 然后之前也有目前目前现在这个项目的阶段是已经在做官网的demo和产品的demo了 然后白皮书也有我们Permado的小伙伴在完善 然后简介英文版和中文版的简介都已经出来了 然后因为这个故事是非常大的一个故事 数字永生 然后 然后 而且这个事情也不可能我一个人来做成 然后这个可能就是需要一帮有理想的小伙伴共同参与一起来做 然后也已经有一些小伙伴在参与这个项目了 我主要想跟大家聊的是这个话题 就是我们先聊一下数字永生的可行性 或者大家心目中的数字永生是什么样子 因为你要介绍一下背景 可能有的小伙伴今天刚来 对 简短的说一下 然后这个项目的背景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实际上 实际上从今年 尤其是今年过年开始 然后像流浪地球二 然后它里边有一个数字生命计划 然后数字永生 然后尤其是最近的Chad GPT 完了以后大家忽然间发现AI不是人工智障了 而且说可能真的是人工智能 是一个未来 所以说就衍生出来了很早之前 我两年之前的一个想法 就是数字永生 或者就是以归基生物为基础的数字永生 这个话题 然后还回到故事的本身 就以德浪地球二为例 就是刘德华他的女儿出车祸 然后挂了 但是他把他女儿全部的记忆思维文件存在了U盘上 然后插到了550W这台电脑上 然后通过这台电脑实现了他女儿的数字生命 然后这就是一个故事的背景 然后同样的我这儿也有一些资料 因为尤其是最近一周的开发 然后很多小伙伴也收集了一些资料 然后我先大概的给大家介绍几条 我打开一下我的另外一个手机 给大家简单的看看几条 就是首先我先说第一条 就是实现这个阶段到目前已经实现了 就是图灵完备 但是我指的图灵图灵完备 不是我们平常聊的那个 就是人工智能将通过图灵测试到2029年 即一个人类裁判通过通过及时对话 能否区分出来人类和人工智能 实际上可能到现在这个阶段 有一些人工智能 然后我们已经区分不出来了 在通过及时对话的情况下 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数字永生 就是最终我们将能够访问 构成我们记忆技能和人格的大脑信息 并备份他们 这一场景将在21世纪40年代实现 也就是2024年 然后我再说一下这句话 就是数字永生 最终我们将能够访问 构成我们记忆技能和人格的大脑信息 并备份他们 这一场景在2024年实现 所以说就是也引出来了一个思考的点 就是不朽的意识和告别肉体繁胎 然后还有我们要重新定义死亡 然后记忆和灵魂到底在哪里 然后最后是永生直到世界的尽头 就是我想说的点就是因为现在技术发展很快 尤其是到现在这个阶段 可能每个人心里面都意识到在不久的将来 就还以2029年如地 可能五年间我们就会实现数字永生 而且大家也知道接下来是AI的时代 但是大家没有深入的想过未来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主要是想跟大家聊一下 我最近尤其是这两年还有最近的一些思考 然后也欢迎大家提出来一些问题 然后我开头用我摘下来的一个名言吧 就是莎士比亚说的 世界著名戏剧大师 他里面说了一段是 我漏至顽区若能像思想一般清零 残酷的距离便不能阻拦我 那时节我会不顾遥远的路程 从偏远的地方飞到你的住所 到那时节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因为清零的思想能够跳跃陆地海洋 一想到你在何方立即报答那 实际上这是古代人对这个的描述 然后同时还有一句话叫做 所有的事情在变得简单以前都是困难 就是我对这个事情的一个认知 然后但是这个东西不仅是我们现在在想 尤其是之前一些很牛逼的人 然后或者是一些伟人吧 就是像埃隆马斯克这样的人 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他们是怎么判断的 就是我结合自己写了一些东西 就是怎么实现数字永生 首先会分成两个东西 第一个叫做思维文件 思维文件是指灵魂存储下来 一个人的数字化信息 例如某个人的社交媒体发文 存储媒体信息 以及其他与人生命有关的数据 然后目的是用来创造思维克隆人 所以说如果我们想实现数字永生 首先需要的第一个东西叫做思维文件 也就是我们的记忆和我们的灵魂 包括互联网上的 包括我们真实的记忆 第二个东西叫做思维软件 然后我给它称之为人格 你也可以说它是AI 也可以是操作系统 然后它指的是能够作为 人造意识的操作系统软件 包括从思维文件中提取 该文件主体的人格 并通过软件设置这一人格 所以说如果想实现数字永生 需要一个思维文件 记忆 每个人的记忆 第二个是思维软件 我们每个人的思维方式 所以说就是通过一个大胆的假设 通过量化一个人的思维文件 可以得到基于软件的人格 这一人格就会像真人一样 对外界做出回应 通过一些性格采集问题 当思维软件审阅一个人的思维文件后 会自动的完成实际的评估工作 随后思维软件可以评估结果 思维克隆人可以进行人格设定 所以说最终就会形成了一个数字人 然后这个东西可能是在未来的五到六年 是一定会实现的 然后可能是我们在做 也可能是其他人在做 但是这个大的方向 可能在未来的两年内一定会爆发 而受到每一个人的重视 然后如果真的数字永生会实现了以后 它会带来一些问题 或者是我们没有想到的问题 就举个例子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数字永生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永生 那我就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最早人们想象的飞翔是像鸟一样飞 但是我们现在造出来的实际上是飞机 但不是鸟一样 然后我们想象中的永生可能是基于克隆技术 然后我们肉体最终实现永生 再复制一个自我 但是这个东西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 为什么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第一点是伦理 第二点是我们想要的那种永生 哪怕是一个同卵的双胞胎 然后他们的基因DNA 他们的肉体是一样的 但是双胞胎的思想可能随着环境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如果只是实现肉体上的克隆 并不是真正的完成了永生 但同样的 如果现在以老年人为例 很多老年人会得阿尔斯海默症或者老年痴呆 他们的问题是记忆退化 但是他们的肉体是没有问题 如果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积累我们的思维文件 并创造我们的思维软件 然后有一个数字的我 然后当有一天我真的老了 老年痴呆化阿尔斯海默症 我可以把这个人格移植到我的体内 通过脑机接口通过各种的 然后我就可以实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我 那同样的如果有一天我快挂了 然后我通过克隆技术复制了一个应诱 然后我把我的思维植入了这个小孩的体内 然后我会跟着这个肉体继续成长 最终来实现数字永生 所以我想说的永生的重点 不是在克隆技术在肉体的发展 就跟我们在座的美味都不一样的点 是因为我们的从小的经历 我们的记忆不一样 第二个点是我们每个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 当我们有了思维文件和思维软件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实现数字永生 甚至是基于克隆技术上肉体的永生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未来每个人最终的追求 然后第二个点就是我们在实现数字永生之前 会有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叫做双重人阶段 双重人阶段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大概要找一下 就是我先讲一下大家能够接受的一些点 我先不往那些大家可能会接受不了的点 然后我先聊一些能接受的 我看看找一下 对 双分身阶段也就叫双意识平台 然后大脑是拥有难以置信的适应力的 它能够将外部设计设备整合进我们的神经元网络 作为身体的自然延伸 我们可以熟练的使用工具 就像我们现在的腿的延伸可能是汽车 我们可能会够高处的东西会借助工具 我们现在上网来拓展思维方式会借助手机 所以说人的大脑是很容易接受外在事物的这种工具的 然后我再做一个大胆的假设 未来到20年之间可能我们在双重身份的阶段 如果有一天我们肉体意识挂掉的 然后我们的另外一层思维 它也是能接受的 它能接受的点是什么意思 它有一天会怀念我们肉体的这个分身 就像有一天如果我的胳膊或者腿断了 但是我也是能够适应这个身体 但是我会怀念我的胳膊和腿 所以说未来有一天会到这个阶段 但是这个点可能大家现在还接受不太了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聊一下双重双分身的阶段 就是什么意思 就思维 这个点可能是大家能够接受的 叫做思维克隆人不是自己 却是自己最亲密的人 就像父母爱人一样 但是他们却比父母爱人更亲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父母爱人可能嘴上说爱你 但是你并不了解他们内心的真实状态 但如果是你的思维克隆人的情下 你是百分百知道他 他也是 你是99%知道他 他也是99%知道你 你们两个是世界上互相最能理解 最懂对方的人 所以说你的数字身份 那个虚拟的你 可能是每一个人最最亲密的伙伴 或最最亲密的你 然后所以说思维克隆人 并非每一段记忆 每一个思维模式 每一种情感中 都能与生物学的原型做到丝毫不差 相反 他关乎于情感 关乎于两个个体身份的统一性 来自于共同的记忆情感和思维方式 选择与遗忘的优势也是统一的 所以说可以把这个双重身份的阶段 称之为思维双胞胎阶段 所以说就是 在我们实现数字有声之前 我们会有一个双重身份阶段 可能我们现在也已经有 一个是我们在互联网上的身份 它可能还没有诞生意识 但是我们可能一天八个小时都在上网 所以说未来会有一个虚拟的你 和一个现实的你 但是两者之间是并不冲突的 而且他是最懂你的人 你也是最懂他的人 这是一个双重深的阶段 然后思维克隆人会有一个什么好处 就思维克隆人 他可以帮助我们创造更好的未来 那些拥有思维克隆人的人 对未来行为后果的预测 会比其他人准确的多 思维克隆人就像站在他们肩膀上的天使 轻声在他耳畔 发出警告或者给出更好的建议 帮助人类和自己做出更好的选择 所以说你也可以把思维克隆人理解成 很懂你的一个智能助手 他也会从你的出发点来思考问题 给你更好的建议 所以说在我们看来 大脑最主要的目标是创造更好的未来 那些拥有思维克隆人的人 可能会成为更好的扑克牌玩家 无论从字面意义 还是从生命这场游戏中都是如此 相比于其他人 生物学原型 能够给出更快速度的接触到更多的信息 然后同时呢 他可能就像具备双重的意识 而其他人可能只是一个单纲的引擎 所以说也可以举个例子 就像同时两个销售 一个销售他有整个城市的GPS地图高德 另外一个人只能自己一点一点的找目标 所以说可能在双重身份的阶段 它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助手 对 然后当双重身份阶段过去了以后 就有一天我们肉体不在了 那可能就牵扯到数字永生的这个问题 数字永生的这个问题 可能后边会牵扯到很多很多的哲学问题 可能这个就是不是在 就是我都思考到了 尤其是包括什么数字人的犯罪 数字人是否算作一个人 然后未来包括我的定义 然后我实际上是一个很主观的概念 我是应该包含我们两个 还是甚至第三个分身 第四个分身 还是我们等等 但是这些我们现在 今天就先不讨论 因为时间也有限 然后我想 我想说的一个点 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一个点 我是要提到一点的 我找到我记下来的一个笔记 找到那个 就是富人是否会成为思维克隆技术的 唯一受益者 哪里有资源可以支持 是源自数十亿人 数十亿思维的克隆人 这个是我想提出来跟大家思考的 因为一旦 数字克隆技术 数字永生技术 就思维文件和思维软件 完善了以后 一定可能是先成为一部分 富人的技术 但是生命对于每个人都是有意义的 永生对于每个人 也都是追求 可能我们现在不再想永生的事 但是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孩子呢 或者有一天我们老了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追求 然后这个技术 是否只会成为富人的产品 所以我的想法是 我们的这个项目 Itinity AI这个项目 我的目标是想做成 可以让全部人类都可以参与 而且最终能实现自自永生的项目 你就要不仅成为富人的受益 而是可以有资源来支持数十亿人 数十亿思维克隆人的一个未来 这是我简单的一个分享 然后我没有讲项目的一些基本性 看看大家有什么想分享 或者想说的 有什么想问的 大家都可以简单的聊一聊 Alan我先问一个 你能不能你能不能把就是你未来这个项目 准备怎么做你的这个roadmap 包括你未来的这个盈利模式啊 各个方面的也给大家也讲一下 因为你刚刚讲的那个 我确实觉得就是确实很宏大 很宏观啊 就是具体你准备差一步怎么落地 落地 这个项目落地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事很大很牛逼 然后我个人抱的心态是工程不必在乎 然后我是希望所有看好这个方向 或者未来看好这个方向的人 一起来参与这个方向的创业 哪怕没有参与我们的这个项目 但是也可以做相同的事情 未来大家一起把这个能看到到了 未来这个风口给做起来 所以说我是很欢迎大家一起来做的 哪怕没有参与 但是我更希望大家能参与这个项目 然后我做的阶段是这样 我会分三块走 第一块是资本方面 第二块是技术开发 第三块是市场 然后目前有一些兼职的小伙伴 然后也有一心想创业 做这个项目的小伙伴 然后资方这块是找了之前的一个朋友 然后他之前是一个web2资本的 也参与过web3 他们项目也投过滴滴 也是比较出名的一个资本 然后投资这块定的目标 就是以上BN为目标 因为他们之前也参与过BN Labs的LP 他们的机构 然后资产方面是这样 然后产品方面是目前是微博老师 他是庞大道开发组负责人 他也是从半年前就有这个想法在做 然后这块就会打造一个非常好用的产品 然后我们也需要很牛逼的产品经理来做一个让所有人都能用的产品 然后市场这块主要是我来负责 就是因为之前也有一些经验 然后反正市场渠道也比较广 然后这块也会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说从资本方 从市场 从产品用户的好用度三块来做 然后我具体怎么做这个产品的阶段是这个样子 故事很大 然后是需要一步一步落地的 然后他分了三个板块 第一块叫做思维文件 思维文件的本质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记忆 和我们每个人在互联网上的记忆 第二个点叫思维文件 也就是说我们的思考方式 这块说白了本质就是AI 是基于你个人数据训练出来的AI 具有你思维模式的AI 它可能也牵涉到虚拟人 数字虚拟人 3D人物画像AR VR等这一块 然后未来最终数字永生是数字灵魂 加上你的数字记忆最终实现的数字灵魂 然后我们目前现在已做好的阶段 就是我们在存储这块 永存这块是已经做好了 基于阿卫来做的 然后我们的产品很简单 就是MetaMask和其他的各种钱包登录 登录完了以后领一个SBT 灵魂绑定代币 然后接下来你就有了一个数字身份的账号 你需要在阿卫网络上通过你的钱包 来付费存储你的真实的记忆 然后未来我们也会给出来一定的格式 哪些记忆可能更容易生成你的人物画像 所以说第一阶段我们是希望能覆盖 100万左右的用户 然后这100万的用户来付费上传他们的记忆 然后上传的记忆是可以通过钱包的塞料进行加密 也可以公开的 然后用户可以自己选择 当用户在未来的10到20年存了大量的记忆在这个网络上 而且这个数据的所有权是在用户的手里 任何大公司是做不了这件事情 因为任何大公司不可能拿100万 甚至1亿用户的私人隐私数据的 所以说我们想先第一步把这块铺开 第二步我们会和现有的所有的AI的大语言模型 还有AR VR技术进行合作 同时我们也会开始训练我们自己的AI模型 这个AI模型是基于用户的私人数据 来训练一个像他一样的思维软件为基础的一个AI模型 可能在公共数据部分 像蔚来拆的GBT5678 甚至其他的AI可能就赢家通吃了 然后但是在私人数据方面 在AI的垂直领域方面 这个方向一定是未来最大的方向 所以说当我们拥有了全部用户的隐私数据 私人数据 然后又通过我们的AI算法模型模拟了 它的思维方式 它就可以间接的实现数字永生 可能在这个阶段会持续20年到30年 20年到30年的这个阶段是双重身份阶段 就是真实的肉体原型有一个它 数字互联网上有一个它 然后数字互联网上的那个人 在智力方面是完全超越我们肉体的 但是我们肉体的人也可以同样很好的驾驭 所以说就是大概的产品模型是这么一个样子 胡老师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开始融资 你们会去申请RVE的基金吗 我们会啊都会啊 然后而且我们是很希望大家都参与这个项目的建设 就是未来因为需要很多的用户数据嘛 然后也是很需要大家一块来参与 不管是产品还是开发还是文章内容的输出 然后还是参与市场参与数据的存储 参与投融资 就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想做成一个 类似于Permadal一样的社区 就共建共存 然后基于Permadal孵化的一个项目 所以说就是包括投融资 包括所有东西都希望大家能够深度的参与 但是现在有一些大厂包括也有一些大企业 我听说已经开始在做这个 就是数字永生这方面的研究了 就即使是通过中心化的系统对吧 包括当时也有那种就是人去世了以后 然后把他的大脑去什么冷冻 然后可能过了几十年以后 然后医学技术合格了 然后再把他相关的思维这些给copy下来 就是我在想 这个事情首先是不是一定要用去中心化的方式去做 就是他到底算不算一个纯外部三项目 还是比如说中心化的方式也是能够实现的 可能比如说一些大的资本方大厂 他们是不是可以集中精力 或者是有更好的资本来做这个事情 是不是相对会快一点 这只是我一个疑问 只是一个疑问 就是对我思考过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我想聊的一点 这个项目实际上是可以在国内合法合规的做的 然后只要没有不牵涉到发底 然后国外部分就是完全的去中心化 然后也可以发一个底 但是互联网大厂是一定做不了的 尤其是像谷歌像腾讯这种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牵涉到了太多用户的隐私数据了 如果腾讯拿了一千万用户的隐私数据 每个人的开房记录 每个人的家庭注视 每个人的聊天记录 所有的东西 任何一家大的互联网公司 它是没法拿的 它也没有办法拿这些隐私数据来进行训练 然后这个问题是很大的 第二个点就是 大家越来越认识到个人数据的重要性了 然后我们这个产品有个好处是什么 如果有一天项目不在了 用户也可以通过他的私钥 登陆RV网络 登陆任何一个钱包 找回他的数据 然后算法模型也是开源的 他就可以拿回他自己的数据 也就是说从数据的所有权到人格的所有权到未来 道德伦理的一切东西 这个所有权必须在用户的手里 只有Web3能做这个事 大的公司可以做 但是他们解决不了 做大以后的问题 甚至连国家的层面 他也不能拿十几亿人的用户隐私数据 所以说这个东西 未来尤其是在数据这块 只能基于Web3做 所以我要思考了 RV是做永存的 可能永存的最大意义 实际上就是数字永存 可能RV最大的点也是在这 就像以太坊出来了以后 有FT和NFT 它的最大的创新是Define 新的东西是用来解决社会上新的问题 这是我的一个思考 我再多问一句 就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咱们不谈国内的 因为国内的本身很多数据就是不好用 也不可用 就是比如说像现在有ChatGPT4 对吧 也有这个就是AutoGPT 后面还会有很多的这样的GPT出现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比如说我我有一个账号 然后我就可以去训练 我的这个ChatGPT或者AutoGPT 让他的思维方式 说话的方式完全来向我去学习 就是我会把我的一些经历 什么的都告诉他 那其实能不能这么理解 从变相的来讲 他就已经具备了另外一个我的可能性 就是现在大家训练 他可能训练的是回答问题的方式 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大家会训练 他就成为另外一个自己 或者比如说他会训练 就是成为特定的一个对象 对有有这个可能 甚至是有人会训练出来 虚拟宠物 虚拟情人 都有 对就是就是我想说 那这个跟咱们这个是不是有一些冲突呢 没有冲突 然后这个阶段都会存在 甚至有一个人他会拿他的账号 上传的不是他自己的数据 他可能会训练一个他的爱人 虚拟情人 都是有可能的 然后但是我想说的重点是什么 就大家现在所有的人都在集中做AI 做算法 做模型 但是AI最重要的 它是有50%是数据 50%是算法和模型 如果没有数据 这个AI也就没有价值 然后我们这个产品的最重要的一个点 是我们先做了最重要的50%数据的问题 我们先让用户上传了大量的数据 存在了去中心化的存储网络上 所有权也在用户 然后有了这些数据以后 才能训练出来各种各样的AI 如果没有这个阶段的情况下 那整个世界可能只需要一到两个AI 可能又拆了GPG5 拆了GPG6就够了 然后所有的人只用这两个AI就行了 它就不会形成一个丰富的世界 但是未来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AI注重 都会有一个AI 那大家用的都是这两个吗 那明显不是 所以说我们需要大量的用户的隐私数据 而且我做了一个统计 就人的一生大概可能就是 每秒会产生两个比特的数据 也就是说人的一生 一辈子 正常最少的情况下会产生一T的数据 一T的数据 然后有了这一T的数据 就可以训练出来一个自己 然后我们人的DNA 大概是有30万亿个碱基队 而且我们的DNA 大部分的信息都是没有用的 但我们可能用到了只是很少 但是正是因为之前没用的信息 造就了每一个人每一个独立的物 所以说我想说的就是每一个人 就是最少有一T的数据 甚至是更多 大部分的数据可能用处不大 但是正是因为有了大样样的数据 造就了每一个人的思维方式的不同 和每一个人的点的不同 所以说真的有了所有的用户的数据 那未来也会有很多开放的算法模型 可能思维软件不是我们做的 但是我们有数据 他们未来都是需要和我们合作的 而且别人想用我们的数据来训练 它是需要给我们所有的用户来付费的 这就是所谓的大数据时代 实际上也有很多人在做 大数据变相的就是来训练思维模式 思维模型思维软件 刚才小松提到那个就是国内的 这些中文的数据嘛 有很多垃圾数据 其实这个东西在RO上完全不用担心 现在RO的数据增长很慢 才100多个TB 其实就是因为它这些都是 都是高价值的一些付费的数据 然后那个艾伦你说的这些AI这一块 然后其实我正好认识另外一个项目方 他们那是叫瑞克特 然后呢他们是专门做那个AI的这种人格训练 就是他可以给你的DC上啊 训练一些助手 然后训练一些这个 就训练 反正就是在那个虚拟世界中 可以训练一个虚拟人格 然后来处理一些事情 其实这块的话可能他的AI这部分 可能可以和和你的这个项目 可能有些结合 好的好的 然后AI这块 实际上目前这个阶段数据也很长时间 AI阶段可能未来10到20年 会有很多的好的AI模型出来 然后我们现在不也看了清华的那个模型 然后还有其他的模型也都在看 然后可以我们的想法就是 如果真的有上千万的用户数据了 甚至用户也可以自己选择 他想要的语言模型 来训练一个他想要的自己 这这未来都是能实现的 然后然后熊总那个项目到时候 可以也深处的聊一下 然后然后我们有没有小伙伴 然后要分享的 然后分享一下自己的理解 在不在 在那开一下麦 有没有有没有 我我们之前写过资料的一些小伙伴 我来说一下 我来说 我来说一下可以吗 可以可以 我个人感觉啊 就是这个项目很有需求 就是说很有市场 怎么说呢 就是以个人感觉啊 就如果是你在这个世界上 想留下点什么的话 对吧 一般人都很难做到这一点 就如果有这样一个产品 或者项目来讲的话 就可以实现这个这个目的 然后呢 这个是因为他是永从嘛 那你的就比如说 你的一些后代啊 他都会看到这些数据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有很大的一个社会价值 然后现在目前来讲的话是 因为我以前公司他也是做那个 虚拟人的 所以他虚拟人那块 他就是做一些那种形象复制 然后还有一些声音克隆 就是呃 这一块的话可能是也是我们要在那个永从网上存下来的 这块东西可能是我们也需要去同期去做的一个工作 呃那个人格训练那一块呢可能就是直接比如说 我们本呃我们自己人来搞也可以或者说接第三方 对吧 接他们来跟他们进行探导一下也可以 他们有一些值得我们呃学习的地方 嗯 然后最终就是呃希望是能够呈现一个完整的人 就是不光是克隆了他的一些形象 就是肉体嘛 还有一些那个语言 那还有就是他的思维嘛 对吧 就是主要是性格方面的一些 也克隆起来 那这样就是形成一个完整的人 嗯 还有就是呃我原型那家公司 他可能就是一个中心化的公司 那他可能像这些数据的话 可能是说这公司如果不在了 那这些数据可能都不在了对吧 然后如果是存在永存网上的话 就可以解决至少两百年之内 他只要上传一次对吧 这些数据都可以存在 那最大的担心就是可能是 关于那个合规方面 就是数据安全性方面 这块 以及这个数据他怎么去传递 比如说他作为一个资产 就是怎么传递给他后代 这个可能也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地方 对这就牵涉了一个未来社会学法律和伦理的一个问题 就这块怎么继承 对 其他的我也没什么 你看看还有小伙伴要发言呢 涛涛要讲两句 就是我的可能我对于这方面的话 我觉得他是有前景的 就是我现在我还是暂时不能理解 就是这个数字人他和比如说我们现在生活中经常用的这些的机器人客服 他的区别在哪里 就是刚刚我听那个艾伦你说的 他是有思维方式的 就思维的话 就我理解就是这个人他是可以通过一个问题 引发到很多问题 然后自己寻找答案又引发到新的问题 最终把这个问题弄明白 然后一下子弄了一个非常逻辑 非常有逻辑的一个问题的一个系列一样的搞出来 那机器人的话这种数字化的东西 他的话能实现这种效果吗 然后你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基于我们现在 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立场 就是你认为他是一个机器人的一个点 然后我想说的点就是我们可能需要 因为我们现在是创业 然后我们可能需要放在未来两年或者未来五年来看我们现在做的问题 然后到那个时间 大家的世界观价值观就不一样了 就像Ted GPT火了以后 大家对AI的看法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 对我想说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们人最一开始向往的飞就是像鸟一样的飞 但是最终实现的不是像鸟一样的飞 而是坐飞机 然后你现在理解他是一个机器人 但是未来 未来可能很多人理解的他已经不是机器人了 就是还是咱俩的区别是 放开肉体咱俩的记忆不一样 咱俩的思维方式不一样 最后咱俩是两个不一样的人 那如果肉体被抛弃掉的情况下 那他实际上就是我的意思 我这个话可能很难懂 但是可能过两年以后 大家所有的人都去这种思维方式 你不会把它看作是一个工具 你可能会给它看成肉体的一部分 甚至有一天你肉体不在 然后他可能会是一个主导的地位 就是就是他可能可能是那个主人格 就是类似于经常我们在电视里面 纪录片里面或者网上看到那种有双重人格 那种的那种有那种心理问题的人 就那种样子 就是或者说类似的 他就是有点像动画片或者电影里面 那种一个小精灵一样的 就飘来随时飘来自己周围的这种小精灵 那可以和自己互动问答这种的一个 具有能够理解人的情感 对对对对对对 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 就是这一天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就马上会实现 就一个一个 就现在chad gpt 人工驻守 驻守是实现的 那未来这个chad gpt 是基于你的思维方式 然后连接了整个互联网数据库 来帮你对未来做出决策 和判断的这个东西 那是不久的 马上就会实现的 就类似于一个私人定制的一个 家教一样的一个角色 对然后同样的 换个角度来说 可能现在你的手机 已经是你肉体的一部分 或者是你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你也要理解它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像 你的身体的一部分一样 你的手你的脚一样 那未来它可能也是你的身体的一部分 再未来发展 如果有一天肉体不在 它可能就是主导 那是不是这样的 就是现在我们不是 大家在开会讨论这些东西吗 那如果说我自己训练那个人格 我去休息了 让那个人格 让AI直接再和大家聊就行了 对 这个我要跟别人聊过 就是可能另外一个它的很大的用处 自己跟自己聊天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有一天你很忙的时候 你必须让他来跟别人聊天 聊完天了以后 会给你俩碰一下就行了 就是可能 一个人可以参加很多个会议 这样的话就是 就自己比如说平时一个人的话 比如我就有自己的一些语言习惯 我在可能我比较忙 我一天同一时间段我要参加十几个会议 几十个会议 但是我提前准备好一些材料 到时候就让AI去帮我去参加这个会议 让这样的话 会议的效果的话也不会打折 不会太大折扣 那个会议的 而且未来会有什么 未来法律会给一个定义 也就是说每个数据人是有一段ID身份的 就像指纹铜膜一样 他可能是基于谁的思维 谁的记忆来创造的 他可能就是有一半的民事行为能力 然后他就是一定程度上的你 然后你们可能互相之间 说白了就会有两个你的身份 一个是虚拟的 一个是肉体的 他也会有一个身份IB来做一些事情 这个从法律层面也会解释 那孙猴子的那个分数 那其实不就已经实现了 就是对孙悟空那个拔几根毛 弄了复制成自己 而且这个东西 是不久的将来 就是这几年或者十几年的事情 就是我自己这几年也显然问题 就是比如说我们世界上已经有很多作家 他有很多自己的文学作品 比如说能不能就是我们这个产品 就是这现在做出的一个样子 第一期这种产品能不能把这个比如说毛泽东的 他选集 他这些十几次的那书里面数据输进去 能不能把一个毛爷爷的一个AI一个复制出来 有的 然后也有这一类的产品 而且甚至推测之前也出过一个产品 它是什么 就是已经去世的人 虽然这个人不在了 但是他推测会总结他之前发过的所有的推文 然后按照他的可视 然后来继续的发推文 然后这个人一直在 但是这个东西它还没有诞生人类的思维和人类的意识 然后人类的思维和人类的意识是因为现在拆的GPT火了 以后大家发现基于这种大语言模型这种大酸粒 尤其我们人的大脑也是因为神经突出的连接 节点足够多了以后才会诞生意识 它可能像软体动物什么单细胞的生物 它就没有意识 或者我们吃的什么生蚝 你也不能说它有意识 但是到了猴子 你可能就说它有意识 到人也有了思维也有了意识 就是当计算机复杂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 好像数据量一定大的情况下 软件也牛逼的情况下 就会慢慢的觉醒意识 这个意识可能就基于你的思维来 往你出来 就是说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自己辅助它们 就像我们相当一个父亲一样的 像就在训练婴儿一样的一个角色 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项目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这 就是当我们教育到大家明白这个点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我们的数字分身了 我们的数字分身需要什么 第一个是需要的数据 也就是我们的记忆 数据量越大它越牛逼 然后存储空间越大它越牛逼 第二个是它需要酸力 它的酸力越牛逼 它的速度越快 所以说我们可能就像孩子教育一样来教育我们的数字分身 那我们能给客户提供的就是大量的数据 让它永存 而且大量的存储空间 未来也可以给它接入大量的算力 所以说我们可能如果意识到这个点 从现在起我们就要需要开支 在日常生活中要多累积我们的数据 然后未来这个AI越牛逼的情况下 那它可能在对你未来的生活的帮助也会越大 甚至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 这个AI可能对我孩子 甚至对我的孙女子女的帮助也会很大 甚至我一部分的虚拟资产也可以继承在它那 然后它有一天也能帮助我的孩子生日 这都是有可能的 对说到虚拟资产这一块 其实切记币出来之后 我看到有人在朋友圈分享钱包的应用 就是大家觉得可能认为未来的钱包 其实都是和AI进行交流 AI的进行管理 只需要给AI下一些指令 问我当前是什么情况 或者我想要去花对象什么代币 这些都会托广给亚去管理 然后呢当然那是个题外话 然后再补充一点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艾伦这个项目的想法和愿景 都是非常巨大的 但在实践落地的话 可能我有我有我有几个几个建议 刚才那个因为涛涛涛涛本身 他到底是做classical那个项目的对吧 呃是的 是的 其实其实classical之前就是在把各种 那个古典文集啊这些 这些创作者的这些数据放到那个 那个包括他的语录啊都可以放到 其实有艾伦这样的想法 很多东西都可以组合起来 就是classical原来的数据 可能是直接把文献放上去 那现在通过艾伦的这种方式 可能可以把一些文献 一些进行归集 然后呢进行一种分类 那这样子分类之后就可以 比如说像毛爷爷的那个 那些自己写的那些东西 那其实就可以归集成一个类型的 然后成为一个数字 人格的一个体型数据 啊那另外一部分 我觉得还是AI这部分 呃 AI这部分其实是现在比较硬核的技术 呃虽然未来五年或者说会变得很常见 但我觉得我们这个阶段也也没有必要把它完全落下 就可以找一些那个相应的AI数据 可以呢结合就其实很简单点 就是结合涛涛他们做的这个classical 然后上传一些你觉得可以分析出什么各种数据 那么通过艾伦他们这个项目去上传 那么上传之后呢我们再去找一个AI的对接 能把这些数据训练进去 对可能能能立即的呈现出一些比较好的这种成果 也能把这个早期的VP 就是熊总也意思就是弄出一个样品出来 那是一产品这种展示的这种样品让 呃让所有人都体验一下这种效果 这这种的这种产品吗 对 这样子的你的那个单目啊或者MVP啊会更加的 那个陈述一些 对产品上 可以先训练一个名言 那对也就是蹭一蹭名人的 我其实我等我当时想 那个毛爷爷的那些书把它训练一下 一方面 其实毛爷爷他本人也本人本人也有很多名气嘛 也这些也想沾一沾他的名气 就是这样的 其他名人也可以 对 你现在出来就直接和他对话吗 你说比如说你为什么 你怎么看这个战略 可能他就直接可以给你回答吧 然后对这样的话这样的话我接一段视频 然后放到网上去 呃我想应该会是一个轰动的一个一个视频 是的 AI这边我再找人找人聊一下 对 我到到时候拉拉你们两把 然后一起一起可以 AI的做AI的 就是那种AI人做的 看看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想问的会想被冲的 哎 哎 你呃 就我我刚刚听完了 就是就是刚才这个数字永生的想法 其实在中心化的网络 现在已经有很多类似的产品了 比如说那个推特上有个比较火的人 有一个copilot的 copilot hub的一个产品 现在已经出费了这种 他就是你上去做自己的知识库 然后据这种知识库的比如说 呃问答 比如说他现在已经模拟了乔布斯啊 这种呃历史人物 还有一些这种呃 就是说你可以找到现存资料的一些东西的 能格化的 还有他基于知识库的一些比如说呃 呃 非能格化的比如说呃 纯知识的学问答 因为他完全现在AI就可以给予你 给你的这种知识库的体现的 比如说是能格化还是知识化的这种东西 一个交互嘛 那现在就是说呃 其实刚才也就是一开始这个问题 那那别人竟然现在已经做出来这这种东西 有就是已经达到了可能我们初步的这种想法 那我们再从头又有一个这么长周期来做这个项目 呃可能技术上特别是前期应该是类似的 只不过我们的存储是不一样的 因为虚众化的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 其实不是虚众性化问题 这个是DNA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项目 他可以实验乔布斯实验这些问答 但是呢 他的那个基因 他没有一个基因 他是可以改变的 就我们用RU的原因是 这些数据可以真的是涌存 比如说我作为个人 我是只存自己的东西 这些东西可以由我的身份 去那个签名和认证 并且上上去 那这个人格在通过AI 现有的AI 比如说你刚说的项目 加载之后 那他算出来的一定是我的东西 就如果说咱们不把这个区块量加上 那他的那个乔布斯里边 是不是掺杂了其他人 掺杂了其他信息 这是没有办法去界定 和那个去说的 所以说他那个东西呢 更像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东西 就是RU能让这个数字的灵魂 就沉淀到DNA这个级别 让他那个真的是不可创改 而且是这个确确定就是这个人的人格 而不是有其他人格污染之后的一个结果 对 然后我补充一个点 就是我两年前也思考过这个问题 然后以前还有人做出来那个邓绿军 然后可以唱歌邓绿军对话的邓绿军 还有人做传承类似于那种家谱一样的东西 然后还有人做那种数字目的等等的 他们都是想做类似的东西 然后但是呢 实际上他们最终都做不了 都做不了的点 就是刚才熊总说的那个点 可能这些东西在一两年前 也有相关的项目出现 但是基于现有的中心化的公司和中心化的网络 因为公司是一定会倒闭的 东西是一定会丢失的 所以说就是哪怕做出来了以后 他们最终的最好的归宿也是和我们结合 而不是和我们这个项目结合 而是和每一个人的私人数据集中结合 所以说最终的点还是要走到区中心化上 从那开始做可能就起点就是错的 OK我大概能盖得到你说的这个区别 其实也是阿威吾和现在的人工智能结合的一个很重要点 就如果说没有那个区块量没有 没有永存这些数据 是没有任何的办法是去限制AI 去给AI那个立法的 就之前那个孟严老师讲的那个点 其实这些点从那个底层原理上来说 都是融会贯通的 不管是你要做数字人格 还是通过那个区块链的这种不可创改特性 来限制这些AI的这些东西 都是非常必要的 我就举一个例子 就是如果说咱们的那个工资 或者说发的这些资产 都是由AI去把控的 或者说我昨天做了什么工作 是由AI给我统计的 那等我一觉醒来之后 AI把这些数据改了 就是我昨天可能赚了1000美刀 然后今天醒来呢 那1000美刀没有了 那对于一个个体而言 在AI主控的世界下 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是 就是我可能会认为 我昨天做那个事情是做了做了梦 然后因为所有的AI 所有的那个网上信息都告诉我 没有这东西 那可能我真正做的事情 也可以从现实中去抹去 所以AI的能力越大 AI的能力越大 其实对那个区块链对这个 对这个区块链的这个需求也会有越大 不然的话人类是没有办法去制衡 然后去对AI进行一个真正的把控的 AI说的假的东西也可能会变成那个现实 变成大家所所认可或所形成的那个共识 对然后熊总说这个点我特别认同 就是区块就是如果每一个人都有了一个数字身份 最终实现数字永生 然后我们的肉体实际上就是需要区块链来写法律了 就是到底是谁听谁的 或者是那区块链会不会被判主人或者伤害他的家人等等 可能都需要基于区块链的法律来给AI一个东西规则 这个东西可能都是基于区块链来实现 所以说可能区块链不是给人用的 而是给AI用的 这个点我也是有一部分的贊助 大家还有什么没了 没什么就交接出了 没有这个讨论的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啊 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对对对对没什么问题 那很感谢今天Tina还有Alan的时间 也感谢熊总包括我们在座的大家小伙伴们的分享 还有一些解答 那么我们 我补充一句打个广告 就是欢迎大家来参与这个项目的建设 然后这个伟大的目标 就哪怕大家一起在这讨论 或者未来创传数据或者参与建设 iPad等等的都可以 然后然后未来这个这个项目 反正我们目标很大 需要大家一块来参与 然后都会有基地 都会有共产 都会集团在内 欢迎大家 App 然后去进群 然后未来我们也会像Pamadol一样 去Pamadol幅画 然后把大家的工作内容也都成练一样 欢迎大家参与参与探讨 对对对 我在那我在补充上网合吧 就是不管是Iran 还有大家想做各种各样的项目 反正Pamadol这里边都有那个Grant这个支持 对个人呢 然后个人开发者做AWU相关 会支持 然后项目方呢进来 我们有那个有那个Grant 对然后如果说是项目稍微大一些 然后付费 使用AR比较多一些 我们也有那个补贴 对然后最后呢 也有AWU的ACP Venture 会支持比较成熟的这个项目 去进行投资 对所以所以有有感兴趣 AWU生态 反正就随时来来Pamadol找 找我们就可以了 我看红色泥土是举手了是吧 有没有什么需要分享 我想补充一点点 就刚刚听大家聊了很多 就是我的感受 我觉得可能大家对目前AI有点过于乐观了 这是我的感觉 就是因为ChatGPT是非常成功的 它是大语言模型 但是当然我先说声明一下 我不是AI的专家 但我最近跟我们社区的人 也讨论了很多相关的事情 就是切的GPT的成功 你其实很难在其他领域上 把它给复制过去了 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数据量去训练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项目 就是你要训练一个人格出来 你想想你能产生多大的这个数据量 其实是相对于这个切的GPT训练数据 那简直是九牛一毛 就是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你很难训练出一个非常真的 就是就可能有点像 但是其实你要较真的话 其实还差得远 就是跟你这个真实的人 长期来看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这个愿景的 这个没问题 但是我我就是说基于这个现目前这个AI 我觉得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不乐观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就是可以做的一个 我我个人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就是把这个数据整好 我觉得就已经足够有意思 就是在短期内啊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 就是就是说 如果我觉得艾伦讲的那个SBT那个想法 我非常非常这个感兴趣 我觉得特别好 就是你做一个就是你在生成一个SBT 然后你所有你个人的所有的这个数据 你往上都绑地着这个SBT 但是但我不知道现在这个二位 我他这个数据饮食能做到什么程度啊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能把这个数据饮食和这个数据永存这两点做到 我觉得就就是足够好了 我觉得我们这个就是短期来来看的话 中短期这个就从这个项目 因为就是AI方面 我觉得我们肯定是没办法跟传统互联网竞争的 对我们没办法跟跟他们竞争 但是我们把这个数据这一块把区块链和数据这一块整好 然后自然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AI模型来来用它 但是得让他们好用 得让这些AI的模型能够好用这个2.5上面这些数据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就是如果我们去什么都做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有点力不从心吧 因为毕竟我觉得就是在AI这一块可能不是那么的就是专业 对我就说这个 我也是赞同你这个观点 就是仰望星光脚踏实地 就是首先这一块 然后把所有的数据给永存了 这一块就很强因为数据占了50% AI算法模型占了50% 数据存在着200年的时间 哪怕200年 在这个时间内AI也绝对也可以杀出来 然后我们哪怕不看最近了两年 但是只要把数据做好 未来就无限可期 然后同样这个数据加密这块 我们现在也跟一个项目在合作 就是深入的在聊 他们这两天就会出一个SDK 然后他们是做同态加密的 就是用户可以把他们的数据进行加密上传 或者通过他们自己的资料进行加密上传 上传完了以后 在解密的过程中 哪怕AI的模型 哪怕任何使用数据的人 也不会知道数据的内容 这一块都是正好现成在做的 然后数据加密这块问题也是能够完全给解决掉的 你练进很慢的那我和你聊过了是吧 应该就是就是币安投资的那个项目 他们是的 他妈到职业 对他妈到职业 他们毕业去了 我跟他们聊了好久 他们还乱来深圳找我 嗯 OK 对这个也是阿Will这边也也投了 对也支持项目 过两天那个我们研究员梅行 他梅林行他会写一个那个 那个就是这个隐私计算的这个 这个这个文章 对 到我介绍一下 对这红色里头刚才说到那个 那个数据训练确实这样的 就是确实GP是大模型 他是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的数据 然后就可以训练出来的 所以个人的数据的话 可能现在只能使用一些AI人格的这种 这种其实还是有点有点假的这种 AI的这种感觉 然后如果说真的要要把那个数据人格训练出来 采集的数据就不是说我自己去存 而是我可能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就可能要借助更多的那个物联网设备 然后进行进去采集 甚至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的心跳 或者你心你的那个老老老电波要 这些的 这些可能都是采集才行 那只只仅仅是以那个文字 可能只能用用一种引导性的这种AI 对然后去补很多东西才才能勉强弄那个人格 所以说只要把用户的数据 然后给保存下来 未来真的有大量的用户数据 被压力认可这个方向和未来 然后最终这个目标是一定能实现的 但是我们先有了这么多的数据 这个项目就一定会成功 所有的AI公司 包括像熊总说的数据采集公司 未来都是要跟我们合作的 我可以插一句吗 可以的可以的欢迎 我觉得红封几土说的这个是种顾虑 我觉得这个这个吧 是项目的一个就是推进阶段的问题 第一阶段可能 可能是咱们是要进行那个准处 然后第二阶段可能要在训练 这个人格的问题 就是数据量达到一定程度才训练 并不是说一上来就对标 CHAT GPT这种的 对吧 这也是涉及到一个市场 那个竞争策略的问题 这个是都可以调整 不是说一成不变的 这是分维度的分时间的 把这个错开的话 我相信这个不是问题 对了对了反正大家都有观点 我们欢迎大家一块来标的 然后一块来建设我们这个项目 我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什么就交给胡老师了 你看也聊了好久了 时间过得好快 就一个半小时了 那个我当时 我记得之前我们每一周 好像周一是有一个技术分享 然后周二好像是有一些 就是投资项目的一些分析 当时我们每一周周一到周四 基本上都有一个主题 就我在想后面的话 是不是这一块 我们也能够把它给恢复起来 包括我们之前在香港职业 大家也在讨论 以后的这个周报 是不是也可以变成类似 像什么吐槽大会啊 茶花会啊等等之类的 就大家一起去聊一聊 其他的一些项目啊 我觉得也特别欢迎 就是有一些好的idea的小伙伴们 可以加入我们的permado 然后也可以在群里面去发起 就是你想做的一些活动策划 只要一旦通过以后 都是会给到相应激励的 那其他没有什么 那再次感谢今天的Tina 还有Alan 还有各位小伙伴们的参与 然后我们下周三的时候 还是这个时间不见不散 好大家晚安 拜拜 好拜拜